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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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了植物幫忙 這個木質布是水分跟農民集中的礦木質 然後呢我們用主動運輸 然後呢這個便利擴散 然後水分的話就會被動的滲透進來 那到底是哪一些方法 或者是哪一些構造能夠幫助植物 把這一些水分跟農民集中的眼淚吸收進來呢 所以其實我們課本這邊主要就是跟大家講 藉由哪些構造可以幫忙吸收進來 那簡單來講呢就是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靠跟自己 然後後來兩個部分就是靠跟別的生物共生 那這個寫起來很好玩吧 因為我寫的你自己看吧 這個是以前我忘記是哪個版本 我記得要買三個 第一個就靠自己 叫做根根根毛 如果你說話很OK 都不會口急的 這就是你口急的機會 根根根毛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口急 每個字都有意義 有根根根毛 像Rude and Rude Ed 對不對 就是靠根根根毛 然後接下來就靠別人 靠誰人 靠真菌跟細菌 所以植物吸收 你知道嗎 沒想到科學家研究之後發現 全然的靠自己的很少 全然的靠自己的根根根毛 就完成了這個任務的很少 那就要靠什麼 根根真菌 根根細菌 來面 沒關係 就靠這個 所以其實不用擦 我剛才沒有說 這沒有什麼筆記 這是搞笑用的 所以呢 就是根根 課本師先解真菌 根根真菌 然後呢 還有靠這個根根細菌 那根根真菌的話呢 就會形成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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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根根真菌 根根真菌的話 會形成菌跟 然後根根細菌的話 就會形成根壓 所以其實你就自己大概知道 那我剛剛說不用質 如果你覺得動動比龍套關就寫 這個是菌根 然後後面這個的話 就適應這個根壓 所以呢 其實我們會看到 所以根根根毛的部分 我現在就不特別講 就是 藉由表皮往外延伸 然後他可以增加表面肌 可是沒想到這個表面積竟然還不夠多 所以它就會跟真菌 那真菌的菌絲又更細 然後又更厲害 所以柯瑞加就發現 來我們先看八十九頁上面的這個統計數字 有沒有發現 有些七十到九十的植物 或者有人說 我們課本很可愛就寫七十到九十 有的課本是寫七十 有的課本是寫九十 就是都有菌根 然後大部分的話呢 這個草本植物 被子植物主要是內生菌根 而這個樹 可能是被子植物的樹 或者柔子植物的樹 就這些木本的主要是外生菌根 那這個被生外生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來我們再看回來 剛剛只是讓大家知道一個統計數字 這個絕大多數的植物 它的根部都有真菌跟它共生性的菌根 那這個菌根呢 其實它就是靠植物的這個 植物的根部跟這個真菌的菌絲 然後看到課本八十八頁的初幾次 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互利共生 因為它會幫忙增加吸收的表面積 然後呢植物提供給它細心的空間 同時也有可能運送有機養分給它 那我們就把這個互利共生形成的叫做菌根 那有一些菌根呢在外面把整個根保起來 你如果不注意看你會以為是根毛 結果不是 你看到的不是根毛 你看到的那個是菌絲 那根毛跟菌絲 我們之前做實驗之內有 有沒有看過網 都忘記了 好像有 好 沒關係 反正其實這個到時候會有啦 那這個菌根 還有這個 就看起來像根 欸 還是刻本上的照片 有沒有 這樣子有一個黑色的紙 然後有根毛 好像秘密的 我說次元代記物 從第二章 都忘了 好 那沒關係 反正其實有些它在外面長得很密 那你看不出來 你以為它是根毛 結果不是 那那一種很密的包在外面的 別的版本把它叫做 這個 課本上的這個 它叫做fungo sheet 就是像刀鞘一樣包在外面 所以就叫做菌鞘 那我們的課本用一個很高級的詞 它也是不同的英文 你有沒有知道這個嗎 前面那個fungo 那個funky或fungus 是真菌的意思 它把它變形容詞 後面那個字大家會嗎 那有什麼念antle嗎 m-a-n-t-l-e 這個就是一個覆蓋物 你們地科有學過這個詞嗎 有人記得嗎 就是地球的構造 不是外面裡面跟中間 就是地殼 地寒跟地殼 對不對 地寒就是這個詞 man china 對面的就是翻成地半 這樣子 這樣子 好啦 我們今天不管這個 所以就這個字 就這個字 來來來來 拿的是中文 快點告訴我 你 就是啥 然後就這個字 是不是魔鬼磚 這個磚啊 就是羊毛磚 是不是這個字 好 去磚 就是毛磚台 欸 那邊的 我們是玩過來了嗎 那邊過去那邊走路上 在那個 你那個木柜的上面 有人有 不知道是之前養的 現在還是現在的帶來 有那個服從植物 有沒有看到 還是你們教室在這裡 你們的世界變好小 就算你走 教室 教室什麼 我也去廁所 你哭著樂趣 我都捨捨 是不是 那就是什麼小 是不是這樣 世界是不是變小 好啦 沒關係啦 你們這樣跑得遠啊 你們以前還有在 中正樓啊 還不是 明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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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是在 中正樓的一樓 後來至三樓 然後 至三樓 現在廣戶樓 欸 梅樓 你就他 那你可以地殼 趕走啦 好啦 不管啦 所以其實 就 他那邊就有 而且 有 有 每個都小小的那一樓 小小的那一樓 然後就是 豬籠草 五銀草 跟茅山臺 所以 茅山臺的樓 是不是也是 也是幾個字 你們以前 有唱過那首歌嗎 蘇武木洋 蘇武木洋 悲哀編 沒有沒有 雪地幼哀編編 沒有嗎 可飲雪 雞吞詹 是不是 這個字 你看好慘喔 雞吞詹 這個可以衝擊 那被我亂講 不是這個東西 只是 我現在應該是同一個字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他其實就有包在外面 那他包在外面 其實我們後來 當然就是肉眼 看不清楚直覺 就包在外面 那我們的版本用這個字 別的版本會用 英文用 然後中文就是翻成 那個 那個 翹 翹 我忘記怎麼編 然後就直接去EA什麼名字 然後反正其實就翻成君翹 君翹聽起來很好笑 還是現在很少用 現在有人就會講什麼 很酷啊 還是什麼 那麽 君翹啊 很帥啊 很帥我也還會用 君翹很少用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然後呢 外生長得很君翹 外生是男生對不對 但是因為會在根的外面 包了像毯子包裹 像這個毯 覆蓋 或者是像槍形成在外面的 這個叫做外生菌根 這個叫外 那當然我剛說一種血因 你知道什麼外生 外生女 外生女是女生 外生是男生對不對 男生長得很菌翹 我算了 你成績很好 我又教你做百姿勢 方便是一的 那為什麼叫外生菌根呢 主要就是因為 它的菌絲是長在外面 而沒有長進去 然後你說啊 沒有長進去 那你怎麼互利共生 你不是有什麼血氛氧 混得來來去去嗎 哦 對 其實它有長進去 這個詞講得很玄 到底有還是沒有 它有通過表皮深入皮疹 但是它是在皮疹細胞 跟細胞之間這樣OK 那你就說 那下面有個內生菌根 那它就是有長進去嗎 有 可是也沒有太進去 它是在細胞壁跟細胞膜之間 這樣OK 所以基本上它都會長到植物根裡面 它會長到皮層 但是它有沒有穿過細胞壁 如果沒有穿過 在細胞跟細胞之間 就叫外生菌根 有長到裡面 就叫內生菌根 這樣OK 然後外生菌根會在外面 還蜜蜜的長得像這個菌翹或是像菌栽一樣 那這個我們講到這邊 當然或許大家聽到這邊還是有一點 覺得怪啦 可是我剛剛也跟大家說 有一些這個 不是有一些 絕大多數的植物都是由正菌的菌絲來幫助它 那我舉幾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你們有聽過那個 那要唸華山還是華山 我講是會見的 不是 就是它不是有華山會見 然後會有華山松嗎 你就看到有一些松樹會長在那種 那種 像石頭沒什麼土地嘛 對不對 那當然它有它的方法抓住 讓它自己不會打 可是又有人說也跟很多菌根保護 還有關係 但是這個植物 還會講另外一件事 你們對美食有興趣嗎 就是法式料理有三個 了不起的昂貴的 你知道是哪三個食材 有這個Kavia 就是一句是這樣嗎 還有一個很難 聽說是法文 反過來就是河竿 反過來是河竿 另外一個是什麼 對就是Truffle 松露 松露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松露是怎麼採的你知道嗎 對松露的話以前會 它是會長在那個森林的底層 然後它不會長出來 它會長在土裡面 很奇怪喔 你那個香菇木耳不是會長出來嗎 它其實不會 它其實是訓類 然後它會長在土裡面 那有些人超厲害 可以用看一些昆蟲劇集 然後看什麼看出來 不過大部分就是會訓練豬 那但是你要跟豬講啊 什麼叫跟豬講啊 豬就會幫你這樣聞大 然後你就要搶在它一步之前 如果你跟豬講啊 沒有啦 就是生意 豬也不行 然後它就衝過去 你就趕快把豬弄走 然後趕快把它挖起來 你就會得到松露在裡面 那你如果沒有跟豬講好 或者是豬不理你 你就被豬吃掉了 那你就少賺到了 那個東西低座很貴 這樣就是松露 這樣大家知道我們在講什麼嗎 那前一陣子國內很好玩 就是那種食安問題 還有食品標示的問題 他們就找了幾個目標 聽說我不知道真的來講 我們有去查 因為這個品牌在荒謬 聽說松露巧克力有被罵了 你知道嗎 因為裡面不含松露 所以不可以叫松露巧克力 那為什麼叫松露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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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長得像啊 就是 就是那可以有一點 狗原形跟那個圓球狀 所以我是沒有拿過 我不知道 聽說松露拿起來像石頭 可是又很輕 那時候又很輕 那我講半天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松露其實就是 那一些僑木 當然主要人家是用宋樹 所以用宋露這個字 它的外生菌跟的菌絲 然後菌絲長一長 接下來就會結合長出子屍體來 接下來包子它就要反直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松露就是菌跟 菌跟 還有反直的時候長出來的子屍體 這樣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子屍體這個詞很熟 就是菇啦 就是菇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現在沒有好好的交證菌 所以你可能聽不懂 不過我這樣講 看你有沒有感覺一點 所以松露是熱的 那我們都開玩笑講豬 你知不知道 因為根豬不容易講 我們沒有罵他的意思 因為他反而就叫豬了 然後因為跟豬不容易講 所以他們聽說義大利 也會報真的來講 龍香都一直說 1985年開始 他已經禁止用豬去採收入 因為跟豬講話 豬就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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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掉了 然後等一下吃掉就算了 還會把想菌的收入 會搞到快要死 運氣不好 樹也會受一點殺 那你覺得要怎麼辦 就是訓練狗 用狗 然後豬的話有天生的敏感度 不用訓練 他自己就會 就會去聞到收入 把它劃解吃了 狗不行你就要訓練 狗不是訓練還可以聞毒品 還可以聞死什麼東西 就訓練他來聞收入 就叫收入犬之類的 然後跟狗就比較容易說 他搞不好問到一個狗 然後覺得坐在那邊 然後就過來 然後狗也跟你諦顧了 那豬他就 他不會跟你諦顧了 他就自己拿去掉 所以其實讓你們說 現在就不要用豬 豬會比較傷害一點 就用收入犬 好所以這樣講 希望對你的學習有一點幫助 各位有一些照片 就是對照一下有跟沒有 就是有長得好 沒有長得好 就這樣看一看就好囉 來揭曉看另外一種 這個根根細菌 那有時候土壤裡面 養分我們吸上來就好 可是有一些養分真的不夠 怎麼辦 像回到我剛剛講 我說那個 我不是有講什麼什麼 毛沾台豬龍草 剛沾這個做的想法 國中有沒有學過 這一些捕蟲植物 或叫肉食性植物 因為可以藉由捕蟲 來獲得什麼養分 所以他可以生活在比較平級的土壤 反過來說土壤當中 如果這種元素的養分比較少 他就是平級 蛋就記得含蛋的養分 那有時候你如果就算菌根幫你 他只幫你吸收 他不會幫你創造一些養分 但是跟細菌的菌根就不一樣 Sorry 這個根的根硫就不一樣 那根硫的話 那他其實就可以幫忙固蛋 根硫就可以幫忙固蛋 所以這個的話就接到我們 記錄稍後講蛋循環 有稍微提到根硫菌 還有人記得嗎 根硫菌固蛋以後 固下來的是什麼東西 固下來是鞍 固下來是鞍 那因為其實 固蛋是一個很麻煩的過程 那但是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呢 沒想到有固蛋能力的固蛋菌 他很重要 例如說固蛋菌 最明顯就是跟豆科植物共生 然後看一下第二行的後面 那沒想到此共生現象竟然具有高度的鑽衣性 那你看下面的照片有沒有 不明思議就是根長瘤 就叫做根瘤 那這個根瘤沒事怎麼會這樣呢 根就好好的 為什麼長這樣子一瘤一瘤的很麻煩 結果呢 這個是植物跟細菌彼此之間共同地做長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們翻過來 這個男一的課本有一點太誇張了 你看90頁上面到91頁的一二三 你看這個行有餘力就看一看啦 這個他竟然把這個一個過程全部劃出來 我是覺得不需要到這種程度了 不過沒關係 那這邊其實是告訴我們什麼 這邊是告訴我們 他其實是相對應的 所以這個豆科植物他就會分泌物質 然後就會吸引這個土壤當中如果剛好有 那當然如果沒有就算你倒回來 不過根瘤菌超厲害 全世界的土壤圓都有 然後呢他就會過來 然後過來之後呢 這個換根瘤菌再刺激 然後根毛再長 然後長了之後呢 他竟然就會有特殊的構造 讓他長進去 然後長進去之後 我們看到第三點 看到第三點有沒有 他就會變成一團的細胞 具有孤單機制的類菌體 那這個詞就有一點麻煩 就是說他就長在植物的皮層裡面的一朵細胞 然後呢這個根瘤菌會長進去 而且根瘤菌長進去之後 他的形狀會長得跟原本 自己在外面的時候長得不一樣 那這一群很複雜的構造 來再繼續往下看 類菌體在根瘤細胞中 被一層膜包圍 這一層膜很有玄機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然後構成類似胞氣的小瘤狀構造 那當然就是超微結構 我們看到即刻的照顧 你具體來看就是剛剛的照片 你就看到根就長一顆一顆的瘤 那他就會幫忙複蛋 好 那我們回來談複蛋這件事情 複蛋這件事情很麻煩 那你們有學過 剛剛講複蛋複下來是胺嗎 你們有學過哈佛法治胺嗎 對不對 就是M2再加3 H2變成2-3 對不對 然後要高溫高壓 然後P什麼東西去吹火 哈佛法治胺 哈佛有因為這樣子 你們這故事了解啊 大戰期間啊 然後可以全世界一開始 可以大量的創造一些 這個胺的來源 那不管在農業上 在那個工業 或者是軍事上面 都會有很大的貢獻 哈佛因為這樣有 德納貴爾哈的學長度 你知道嗎 這剛好是100年前 剛好是100年前 1918年的時候 然後就以前的事情 然後他就有哈佛法治胺 那為什麼很困難 因為兩 胺的創業子分子有三個界嘛 你要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它好像加了一段 包括幾百度還是怎樣 這其實是一個很難的過程 在100年前 但是他們做大 但植物呢 不用 說植物搞得耗火把治胺脫 然後植物的根 加熱到治胺脫 這時光的怎麼可能這樣 所以它沒有 它是常溫 它常溫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看它多厲害 那但是呢 它真的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根流菌是耗氧菌 植物本身也是耗氧的生物 但是 孤氮是一個艷氧的過程 我不會化學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反正它是一個還原的過程 它是一個艷氧的過程 那你在耗氧的環境當中 因為這個細菌跟這個植物 都是耗氧的 你卻要有一個稍微 癢的濃度低的地方 沒有癢的干擾 讓它來好好的把胺 把蛋變成胺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 那一層膜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我剛才跟你講 有一層膜發味 對不對 那一層膜它就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因為一般膜是沒辦法阻絕癢 它這個膜竟然有這個能力 讓癢能夠比較不要進來 它就可以暫時的比較缺癢的狀態 然後再加上還有什麼 那就是宿主 就是這個豆科植物 那當然這個也可以用來解釋 為什麼根柳菌跟豆科植物之間會有專一性 因為豆科植物它的基因 也能夠表現出一種特殊的蛋白質 跟我們的血紅素很像 它可以跟癢做結合 所以呢 一旦有根柳菌進來 我其實已經聚根了之後 Sorry 根柳之後 然後呢 我的這個像類似血紅素的蛋白質 就可以去跟癢結合 那我已經有膜發癢組織了 我又有這個蛋白質跟癢結合 我就可以在泡癢的環境當中 局部創造一個艷癢的環境 讓布蛋的作用能夠好好進行 這樣OK嗎 所以其實它就看到我們課委的九十一頁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下面 綜合研之 這是好怪的詞 綜合研之 好了沒關係 自然界的布蛋作用 主要由布蛋菌執行 布蛋菌可分成兩類 一類我們看見 布力共生布蛋菌 第五根柳菌 它單獨的時候沒辦法布蛋 為什麼 因為它耗氧菌 生活在耗氧的環境 它沒辦法搞一個艷氧 讓自己的布蛋菌能夠作用 這樣OK嗎 那相較之下 經過課本上上面的圖 一大堆互相吸引 到最後有一層膜 那就開始能夠讓它艷氧 再加上豆科植物本身 會有一種特殊的蛋白質 像血紅素一樣把氧結合 所以能夠創造局部的艷氧環境 這樣OK 那這一點都要植物幫忙 所以我看到下面的想一想 那如果土壤當中你施肥 吃了肥以後 根柳菌內的根柳 根柳內的根柳菌 如果我剛剛提前拿到去 它就會沒有布蛋 為什麼 因為植物就變成 我就已經 淡肥我就夠了 我就不大會再幫你 所以它們就變成 是一種特別的關係 我們就把這種叫 互利莫生型固氮 因為它的固氮是要互相的 要有那一層膜 然後還有要有這個蛋白質 把它把它養結合 那其實很有很多原因 不過我們講這樣子就已經很多了 來看一下第二點 第二點就酷了 我幹嘛要跟你互利共生 我這個細菌我自己就可以來了 那通常是藍綠菌比較酷 那我們就把這種第二點叫做 非互利共生固氮型 那有的反正給它一個 我覺得還蠻酷的詞 下面這個叫做共生固氮 然後呢 下面這個叫做單期固氮 單獨的單 然後兩期徵收固氮的七 七時的七 所以非互利共生型 有人把它叫單期固氮 我覺得單期這個詞蠻酷的 然後就有人把它叫單期固氮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視線往左邊平均 我們剛剛就是就把它 為什麼轉一性 然後有想一想 我們稍微談一下 那接下來呢 再回到課本九十頁 我們看到這邊就講 噴流中的固氮酵素 就是把空氣中游離蛋還原成氨 哇你看這句話稀鬆平常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 它的反應的過程也很複雜 然後會有一些 什麼氧化還原氮 接電子來提供 然後慢慢的 就是可以在潮溫的狀態之下 既然可以把氮氮子分子 那三個鍵都把它打斷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過程 好 然後接下來再看下面 那非豆科植物根瘤呢 那就是不是根瘤菌 就是另外 不過都可以統稱為固氮菌 那你就可以看課本這邊 舉了一些例子 形容有意義的話就把它記一記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藍綠菌 你有沒有看到 藍綠菌它可以跟蘇鐵共生 而我們剛剛第二點的 非不利共生型固氮 是不是也講到藍綠菌 對不對 那藍綠菌的話有人認為 植物跟藻類還有藍綠菌 都是生產者 可是其實呢 植物跟藻類需要土壤中的淡肥 而藍綠菌它連淡肥都可以自己來 為什麼 因為藍綠菌可以固氮自己固氮 來我們舉 課本上的例子來看 例如說念珠藻 那念珠藻的話呢 它其實顧名思義就像念珠一樣 你串著珠珠 然後中間有一顆比較大顆 那比較大的那一顆呢 它的形狀跟別人不一樣 就被叫做異形細胞 然後異形細胞就會固氮 然後它固氮之後 它固的氮會分給旁邊的細胞用 好 那我問你 這個我以前有問過 我忘記了 你覺得藍綠菌 它是算是一種圓核生物 那它長的這個模樣 然後那一顆不一樣的細胞 會固氮又分大家用 那你覺得它是單細胞生物 還是多細胞生物 結果很怪 圓核生物界就是單細胞 你記得嗎 所以它是單細胞生物 可是你會長成像多細胞一樣 而且還有互柱和柱 對不對 相互依存 沒有 科學家把它叫做 單細胞生物型群體生活 沒有請就寫一下 你不覺得這句話是 就是故意要把它排擠在外面就對了 這個叫做單細胞生物型群體生活 它有一點點像是演化上 要慢慢走下分工合作 很一切互相的需要 很多細胞生物 那你怎麼知道 它真的是單細胞生物型群體生活 很簡單 你如果真的要做 你把每個細胞打碎 特別抽DNA考一下 序列就知道不一樣了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如果是多細胞生物 我們國中還是國小 就講過我們全身的細胞不一樣 就是DNA應該是一樣的 除了限制細胞以外 那這個你測你就知道 它們就真的是不一樣 好 真的是不一樣 好 所以大家就這樣 那如果你要說 那你也很難講 為什麼 因為它有可能是分裂來排在一起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如果翻它真的不一樣 那它就不是 那如果都一樣呢 都一樣也不見得 它就是多細胞生物 像那個葡萄球菌 雙球菌 烈球菌 它是不是一個細胞 會分裂長好幾個都會排在一起 那大家可能都一樣 但是它也是單細胞生物 為什麼 對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你把它打散 它們自己一個也會活得好好 然後又會再長成一串 想念出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它有很多方法可以測驗 我只是講給你聽 就是從那種實驗的概念 我們要怎麼樣設計做實驗 但是如果不要講那一些 我就跟你說 這個科學家說 叫做單細胞生物型群移生物 對嗎 就叫單細胞生物型群移生物 好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我們就翻過來囉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不管是靠根根根毛 根根真菌 根根細菌 反正我就有了水分 所以種餘其中的養分 它就進來啦 那我要怎麼進到根當中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根的構造 那這個根呢 我以前不知道有朋友跟大家說 像捷克還是剛剛講的 我沒有說這個根毛 根外界的細胞就會遭遇 當然根毛外面如果有真菌幫它 那也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重點都會在於你是不是跟土蘭要比賽 誰可以講濃度高深 豆芽高深 是負壓會吸水的電視對不對 講是根土蘭 這邊是外面 我是根毛的細胞 然後呢 我就主動運輸把養分吸收進來 然後濃度高深 豆芽高深 是負壓會吸水 所以水就吸進來對不對 然後我就很高興了就有水啦 結果呢 根的橫間 這邊是外面 這邊是裡面 裡面的細胞就會跟我說 你在高地什麼 濃度比你高 濃度高深 豆芽高深 是負壓會吸水 然後就把水吸進來 對不對 然後我吸到水就很高興 然後接下來 下個細胞水 你在高地上網路地上 然後剛才的 可能跟人好像水 都一直這樣進來 這個我以前講過嘛 這個叫做植物雖然沒腦 可是心機很重 它的根由外而內 有一個重度低度 外面低 裡面高 所以水就會被騙 被管 被吸引 就會全部有四面八方 往中間靠了 這樣OK 那你從四面八方 往中間靠了網 你就進到我的根裡面 你通過表皮就到皮層 接下來我們希望它直達中柱 對不對 那你進來之後呢 來看一下課本的圖 那你進來科學家去研究 它到底是走怎麼樣的路徑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 植物細胞分裂的 這個細胞質分裂 它是不是在細胞中央的地方 形成細胞板 對不對 然後細胞板有時候 愈合的話會留下一些洞 可能是原本的內植網 或什麼的 然後呢 總是到最後就會變成 細胞已經隔開了 可是中間有相同的原生質 我們叫原生質絲 還記不記得 所以呢 你就可以說 植物的細胞們 雖然是被區隔成 一個一個不同的細胞 可是 大家藉由原生質絲 相連在一起 我們竟然可以把它 統稱為是個原生質 原生質 然後體 這樣OK嗎 所以如果根據我剛講的 水分進到那個細胞 然後再進到下一個細胞 再下一個細胞 我是不是從你 然後經由原生質絲 流到它 再流到我 再往內流 那就好比我們大家都是不同的細胞 可是呢 我們卻有相同的原生質體 所以這個就叫做共原生質 原生質體 然後我們是一起的 就叫共原生質體運輸 或者是我們走的這條路 就叫做共原生質體 路徑 可能是寫路徑還是土徑 對不對 路徑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經由這個 因為植物雖然沒腦 可是心機很重 所以就會依據它的 那個濃度差 滲透壓差 水就會一直流進來 但是問題來的 這個植物的細胞B 還記不記得我們做實驗 有看到原生質分離 原生質分離 基本上就是我們認為 細胞B不是原生質的部分 對不對 然後細胞模式 所以它就會細胞膜 跟細胞B分開 叫原生質分離 所以其實共原生質體運輸 就是指的細胞膜 內細胞質的部分 藉由原生質絲的項鍊 但是植物的細胞B 還有細胞的縫隙 它是多孔的材質 所以毛細現象會把它們吸進來 會把它吸進來 那這個時候它就不是走 原生質體 大家一起 交共原生質體 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它叫做什麼 別忘了植物細胞 全部連在一起叫原生質體 可是它如果是走 細胞B跟細胞細胞中間的縫隙 我們就把它叫做 原生質體Y的運輸 你懂我的意思嗎 它就是在原生質體Y 我就是在細胞B跟細胞縫隙 這樣懂我在講什麼 我把全名寫給你看 然後等一下跟你講 課本怎麼樣把它鎖寫 然後對課本 然後對的有點奇怪 所以這個就叫做 原生質體 一個愛一個 就是我剛剛念給你聽的 叫共原生質體 那我如果都不是 我是走你原生質體Y的地方 就叫沒有共這個字 就叫原生質體Y的運輸 這樣我們看到 來我們看英文 就是這個英文哪有趣 來大家看到 直外體路徑跟共直體路徑 分別是第一個 跟最後一個處底字 然後後面的路徑就叫passway 你如果對化學有興趣 你開始念一些 化學有興化學 念一些反應的機制 他就有一些 magnidon還有一些passway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學過 那你在高中還好啦 你如果上大學 我以自己額外做念書 那個passway跟magnidon 念多了這個passway passway 所以其實我會唸到快死了 很麻煩謝謝 好 所以我們不要看那個passway 我們看前面這個字 那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他的共跟他的Y 分別是用什麼字根 共是用SYM 有看見嗎 SYM SYM這個字跟搭手嗎 女生是不是還好啊 男生這個年紀 你剛唸SYM 他會很有三番魔術的感覺 那是不是還好 SYM 還是女生也 SYM 是一起的意思 SYM 是一起的意思 譬如說 病 疾病病原體的字根是 p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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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體叫passogen 有病的叫asetic 開玩笑 asetic 聽起來 不是那樣有病的 是可悲的 是不是 聽過這個詞嗎 沒事不要這樣罵人 那你們小學的時候 有流行那個 哈利波特嗎 還是幼稚園的時候 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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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 你要怎麼唸 然後你也要想個 好玩 裡面有兩個角色 很喜歡說人家 Ascetic 感激呢 謝謝 那個是 Pethesnake 就是 Ascetic 他是一個很玄妙的人 像是換人家 是好的 然後後來是很不妙 很清楚 然後還有一個人 就是小時候 我講幾點 小時候出來長大的時候 有點過癮 他不是也會罵 你媽媽 你抱著 你玩家是pethetic 對對對 pethetic 有病的 那你好慘喔 我跟你一起有病 Sypethetic 對不對 Sypethetic 當然我是故意這樣唸 Sypathy Empathy 就是有那種 同意啊 對不對 我跟你一起可悲 但是有沒有Sypethetic 有喔 就是交感神經的交感 很有趣喔 各位其實 Sym 是一個一起的字 然後接下來看一下 值外地 這個 叫什麼 Napol 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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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from 遠離的意思 這個字根是遠離的意思 Apple Apple 所以就是遠離 直體 這樣 OK嗎 那什麼叫直體 原生直體 好問題來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 原生直的英文 太可愛了 你都懂啦 plastic 你把Apple 你把Apo Apo XYM 拿掉 剩下plastic 誰告訴我 這是什麼字 這是塑膠 欸 怎麼是塑膠呢 一起塑膠 跟不要塑膠 怎麼是這樣子呢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字喔 是非常的打來用 這個plastic 這個字喔 好像他們一開始 不知道是什麼聖經還是什麼希拉拉丁 我搞不懂 字根的來源 就是最初的生命型態的意思 就是直覺真實 扣成生命的東西 後來呢 可能他們這個化學材料製程上面 發現一個超讚的東西 我可以把它不同的模型 促成任何我要的樣子 他們就借這個字來用 所以就是這個字 沒有錯 就是這個字 塑膠的字 但是請不要翻成塑膠 好不好 這是他們給我們生物界去用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有這個意思 好 那問題來了 那你這次這麼講 一個詞太長就顯得龍 就有愚昧了 對不對 大家都lazy 所以要怎麼說 所以呢 共原生直體運輸 就叫共直體運輸 就叫共直體運輸 那你說另外一個叫什麼 別的版本 你開始有給它直體外運輸 我喜歡這樣 我覺得直體外運輸蠻好的 有一個版本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龍的 後來呢 大家就學它 竟然就是我們的課本 叫直外體 你不覺得見鬼 這是什麼文法 怎麼會叫直外體運輸呢 我覺得很怪 我就看一看 課本寫上直外體 我覺得它唯一的好處 就是破壞直體這個詞 有沒有人知道 我每次跟你講的直體 你會想到什麼 當然就是 就是細菌質體 有人在抽 剛才我在講什麼 細菌質體 聽不記得 細菌除了染色體DNA之外 游離的 長度是百分之一的 基因會表現的 那叫質體DNA 有沒有印象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要故意破壞直體這個詞 很怪 可是你不覺得 我們修辭都中對等 一個叫共直體 一個應該說要做外直體 一個叫直外體 那它應該叫直共體 可是直共體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出來做很怪的 給大家稍微知道就好 好吧 簡單來講就是 你那個在細胞壁的 細胞縫隙的 它在原生直外的 我沒辦法控制的 那個叫直外體路徑 可是對植物來說 我剛才說 他美腦心機很重 有外而內而磨度 低度 讓你水徐徐 在右就一直往內走 那你現在有一條路 這不是開了一個方便之門嗎 是不是直外體路徑 那你就在縫隙這樣 來來去去 假設你是植物很部 那我豈容得你自由來去 那要你盡得出不得 對不對 所以沒錯 植物它就設下關卡 設下關卡 你在外面走 那是你的事 接下來的話 夠了 不要再亂跑了 這關卡是哪裡 就是內皮層 你一旦進來 我就不給你出去 所以進得就出不得 水分不斷進來又走不了 就被往上擠 這個就叫做更壓 所以內皮層就是這樣 我們在基礎生物上次第二章 我們有稍微提一點點 不過我猜你應該是忘記做 我現在再重講一次 那麼內皮層到底 有什麼利害之處 可以讓水進的出不得 就是因為它有很特殊的構造 叫做卡式帶 來我們看課本的九十三頁 那卡式帶呢 我們先看右邊中間的這個圖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就是 就是課本這樣畫 這樣是內皮層細胞 然後中間有一根一根紅紅的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上面那個圖 原來它是因為 橫接面的關係 你只看到它一根一根在細胞之間 其實它是一整圈 它是一整圈的畫不住 你要想像 這是行腳事物 對 很適合 我試給你 這是大根 沒關係 我試給你看好了 來我們就想像這個 那種植物 假設 假設就是植物的根 然後外面是表皮 皮疹 然後我在種柱 然後這邊是不是內皮疹 然後接下來你走下 內皮疹細胞也是一個 你要想像它是你 就是整面牆 然後整個這樣 把我裡面的圍管住圍著 那你外面的表皮跟皮疹 你要控制你或指外你 那是你的事 我不管 你來來出去 那是你做的 可是你一旦跨進 進到京城 我就不容得你 不由得你自由來去 所以呢 公職體運輸很簡單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我有重度差 你一定進來 不會往外走 對不對 但是植外體就沒辦法 因為植外體 你在我原生之內 我沒辦法控制你 所以你會自由來去 因此我就把你 你走 植外體對不對 細胞面跟細胞空氣對不對 我就給你補上 細胞 就把你塞起來就對了 我就把你外面的框 全部塞起來 塞起來 這樣你就進不來 可是不對啊 你剛的目的 必須要人家進得來 出不去啊 你怎麼把他塞起來 對 我把他塞起來 所以植外體路徑 進不來也出不去 講一下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進不來怎麼辦 所以植外體路徑 只能走到內裏 你要再進到我的 中柱裡面來的話 你只能夠經由 公職體運輸 還是能夠進來 公職體運輸又不會往內 那植外體路徑又被卡絲帶塞除 那卡絲帶到底是什麼 它就是植齒克倫說是一種蠟 一種蠟質的成分 然後把它保住 來我舉例給你看 就是類似像這樣 假設 假設這次內皮的細胞 它是一個 你要想想它是立體的堆一點 就是一個一個這樣 這樣可以講嗎 就是一個一個細胞 推起來 然後呢 卡絲帶是什麼 卡絲帶就是我們看 稍微鏡鏡鏡 所以其實就這樣 那就是我看開玩笑 把它補頭吸口 就是給它這樣補下去 然後就這樣 那當然這裡應該也有 這應該也有 所以就這樣 所以有沒有發現 它這樣進來 是不是就會被這個塞除 這樣怎麼會是嗎 然後全部都有 就這樣一層一層一層 整個就吸口 然後就會進去那 那我們在這個畫圖或拍照的時候 它是補頭比較大 就這樣 然後是橫青 橫青給你看 所以橫青之後再轉過來給你看 是不是這一條就看不見 除非你超厲害剛好切到細胞 你這樣橫青是不是看不到 你這樣看就看不到這個 你是不是就是看得到 這個跟這一圈 那你是不是就是刻本來畫 就是細胞細胞 然後中間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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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樣子 那我覺得刻本右上角 已經有畫出來的 它已經有畫出 它是那個一整圈 它是那個一整圈 然後把它撲住的那種感覺 這樣OK 所以呢 到這邊為止 水就進來出不來 來我們看一下旁邊 九十三印的這個圖 那這個圖 它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瑕疵 那我們大家來找查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個小瑕疵在哪邊 小瑕疵 就是那個紅線跟藍線 有一個小小的瑕疵在哪邊 你有沒有發現 哪邊有小小的瑕疵 而且你知道嗎 我看舊的 一樣是哪一個版本 我看舊版本 它們其實 我直接講 大家有沒有看舊版本 它的這個紅線 就是直外體路徑 它在直外體路徑 這整條紅這樣 一直一直這樣畫進去 那你現在有沒有看見 它是不是在內皮層 是不是把它畫成藍色 有看見嗎 所以其實 它這樣畫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它其實是被別人講的時候 然後改 它只改那一段顏色 其實我覺得它這樣畫 應該蠻怪的 它應該要畫那個紅線 不給你學了 是不是 三分鐘內會自暴 還剩幾分鐘 下課檢查 還是用這種方法控制 我就下課就會 就讓它趕快走 好啦 沒關係 所以其實 我這樣講 大家聽得懂嗎 它其實 紅線 應該是 碰到 應該是碰到內皮 碰到卡士丹 如果你要畫可愛一點 還可以畫到碰到卡士丹 然後彈出來 那種感覺 這樣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你說怎麼辦 那一邊就會有通道 就會有方法 讓你進到細胞內 進到細胞內 然後供植體再進到中部去 這樣 OK 嗎 所以它這樣畫 你們會發現 紅線跟藍線 好像在細胞中間 然後接上 然後繼續往內流 這樣畫就不好 懂我的意思 因為這個 紅線 你如果說它穿過 那就不對 供植外體 沒有穿過 因為它畫到藍色 藍色那就是直底 那就是原生直底 這樣知道我會講錯嗎 不過沒關係 它已經改了 不錯了 好 所以再回到我剛剛講 這科學家是可以實際量測跟壓的 再回到我說的 這個 因為我剛剛講的太亂了 你知道我講嗎 其實我剛剛已經開玩笑說 我們大家來找查 改成這樣已經OK了 只是講半天的重點就是 植外體只能夠到內皮層 無法通過卡士丹 或者你要寫 只能到內皮層外 要進由供植體路徑 才能夠通過內皮層 然後才能夠進到重度 我們要講半天如果重點的話 是這樣 好 那這個可以被精卷量測 科學家 但卻有點兇 這植物很老 你就要被犧牲 你就把一根植物 藍藍 藍金 然後把它砍斷 砍斷之後呢 你就當然要準 你就不要砍到 然後把它接上細的砍斷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水位會消沈 懂我的意思嗎 那就是根壓 根壓造成 那根壓我們剛剛就講 水這樣子不斷進來之後 進來卻出不來 就會往上擠 這個往上擠的力量就是根壓 那根壓很強嗎 其實不是很近 那你要看植物的種類 土壤當中的濃度 還有外面的蒸散 風吹相對濕度 太陽溫度等等 那但是我們如果這些都不要管 你給它接上管子 你就會看這個水柱高 你就知道根壓大概可以多高 就我們會發現 大概就幾公分 了不起十幾公分或幾十公分 所以呢 你看到這些樹 它不可能只靠根壓 所以它就要靠蒸散 蒸散就要靠薄繫 把這個力量統關 這個我們國中就選過了 下一節我們繼續講 不過講到根壓 來好我們把它講完 等一下就不用再說 93頁 欸不對了 不用等一下了 等一下就明天了 好沒關係 然後我們看一下93頁 我們看這邊 那這個的話呢 根壓的力量 會把水一直擠一直擠 所以如果你是低矮的植物 我剛才說 鳥不擠幾公分 幾十公分 欸有一些植物根本就長 不到幾公分的 那這樣根壓對它來說就夠了 就夠了 可是呢 白天還是一樣沒辦法 因為白天太陽曬 風吹 遮散非常旺盛 那晚上 大家還記得嗎 晚上氣管會關起來 不對 氣管關起來 然後太陽弱很多 那這裡風吹 我們繼續吹 這就要看地方 這個時候呢 根壓的力量會一直上來 那在白天的時候呢 水分蒸發 幫植物降溫 但是在晚上蒸發不旺盛 所以根壓不會停 你沒有想說跟毛細胞晚上休息睡一下覺 沒有 不會 他一樣一直收 一直吸 一直吸收 然後呢 冒上來多餘的水分就會溢出來 我們就叫做密液 有看見嗎 密液現象 那有的書叫做液水 一樣這個液 然後水 有人叫液水 有人叫現象 有人叫作用 這個 看看就好了 好 欸 我剛才我們講到一個重點 晚上的時候氣管會關起來 那你覺得這個密液現象 這個液體是從哪裡 哪裡出來 這個水從哪裡出來 不是從氣孔 它就是從葉片的邊緣 排列比較疏鬆的地方就會擠出來 那這個地方 課本有給它一個詞 有沒有看見 然後又不想用專有名字來處理它 叫作水孔 有沒有看見嗎 你願意就確認一下 第三行 葉片的尖端或邊緣的水孔 將會有液體外密的現象 就是水孔 那當然水孔這個詞 你聽一聽就好了 但是你要記得 不是從氣孔出來 氣孔晚上關起來 氣孔晚上關起來 它就是從它排列比較疏鬆的地方 水就會溢出來 這個就叫作意義現象 好 那但是呢 來翻過來看94頁 有沒有 這個 跟壓的力量 但是特別對樹來講 是不夠的 所以呢 還要靠最強大的力量 就叫正散座 特別是低癌植物在白天 所以植物體內運輸物質有三流 分別是木質部裡面的三流 九一四葉下面的柱底子 就是皮部裡面的壓力流 還有臨近細胞之間的細胞植流 這個我們下次上課就會講 所以今天就上到這兒 我們下課就是 明天 你等一下有課嗎 沒有了 好 那就明天三四節 明天三四節 所以明天下課 我希望我會記得 我忘記的話就告訴我 從九一四葉開始講 請下課了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先 請下課 海老 海老 陶醇 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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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